于慈乡兼聚农作修气功能的后尖山农路年久失修 县长林明珍由公务处同仁陪同实地会堪 路面大小坑洞以及路边排水沟塌毁等状况 则由公务处将最严重的250公尺路段优先改善路面以及排水沟 于慈乡后尖山农路经当地林秉治等居民向谢明某议员反映 县长林明珍12日协同公务处同仁实地勘察 立委许淑华服务处主任赖冲耀 立委马文君服务处主任潘杰宏也到场关心 路面的情况因为都是已经被大雨冲刷成一个坑洞 这样子面中很多人在镜头 他们很多登山客上面有一个寥望台 可以看到整个投射盆地 这条龙路今天是我们的谢明某议员 许多乡亲 拜托说这条路很海 特别来去扣 今天来到现场看 这条路开始说空很久 林县长会看后表示 农路不仅路面均裂破损 还有大小坑洞 以及路边排水沟塌毁等等状况 云落立即改善 保障农友以及登山健行用路安全 林县长指出 武登春后尖山农路全长约2.5公里 除了有众多农友通行赖以农作造林之外 也是一般民众前往可以保揽投射盆地美景的后尖山眺望台的重要践行道路 可惜年久失修 经实地勘察之后 将折油公务处选择最严重的250公尺路段 优先改善路面以及排水沟 经费约达95万元 记者曾光佑 于慈香采访报导